最近消息我还关心 因为对疫情还有政府忍无可忍 那法国十万人呢 现在走上街头抗议 因为正决法国抗议新法立法期间 因为新法打算要强制规定 以后呢 法国人出入公共场所的话 一定要出示完整的疫苗通行证 再加上总统马克宏呢 日前施压没有打疫苗的人 也让反对者声势非常的浩大 那因为呢 现在全球疫情 还是让大家很担心 虽然法国人想往自由 不过呢 因为法新社也统计了 全世界每天平均新增了210万例 而且每10天确诊人数 就会再翻身一倍